再来关心花季的交通问题 玉璃镇赤克山花季期间 在花193县高辽段加油站 也就成了大小车临时的接驳区 不仅影响交通也危及到了游客的安全 与其地区农会是相当的关注 向县政府反应争取获得了支持 而在去年花季结束之后 就展开了大于展售中性的整顿工程 作为赤克山花季接驳车转运站 让花季接驳服务能够更加的安全 玉璃镇地区农会 为在台九县大于段旁的这一栋大于展售中心 大型机具来回不停挖土石座 总干事蔡宗翰满心期待地表示 今年8月就可以提供作为 赤克山花季接驳车转运站 我们希望说近期的部分 我们在8月站以前 我们能够做一个开通 那我们现在在做整理 就是希望让游软车可以进来 那游软车进来以后 我们可以做转运 在我们那边做转运的话 因为毕竟它是在里面嘛 就不用在大马路上 那就安全性就会增加很多 每年8月登场的玉璃镇 赤克山金针花季 年年吸引无数游客民众 上山赏花油气 也就近在花193县高辽段 加油站进行交通接驳 不仅影响交通 也危急游客安全 玉璇地区农会高度关注 积极向县政府反映 将大宇展售中心作为转运站 获得县府正面支持 去年花季结束后 即刻展开整顿工程 我这个计划有分成短中长三个期 那短期的部分就是先让它做成转运中心 第二个中期的部分 我们会把周围的那个部分都拿进来 然后长期的部分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做一个停留点 那让大家能够在这边停留 赤资200度万元 预计将在今年8月就可以提供 赤克山花季接驳交通转运服务的 大宇展售中心 中干市蔡宗翰经营副指出 这只是第一期的规划 农会也预计争取1200度万元经费 全面整顿 让大宇展售中心场域 也能够成为即副礼 池上及关山农会之后 成为台九线上另一个能让游客停住休憩的 特色农产展售据点 记者石玉兰 玉里采访报道